台中有一名女大学生在去年日外坠楼身亡 医生宣布脑死之后 家属决定要捐出女学生的器官 包括心脏、胰脏和脾脏以及两颗肾脏 让她一次就救了五个人 当中有一位林先生原本以为要靠洗肾度过一生 没有想到女学生捐肾给她 等于是救了她一命 58岁的林先生切蛋糕庆祝重生 她眼眶充满泪光 因为要不是一名女大学生大爱捐出肾脏 林先生可能还在过着洗肾的痛苦人生 那位器官捐正责 我虽然不认识你 但是我很感激你 周博一名女大学生去年意外坠楼身亡 家属决定捐出女学生的器官 胃脏、胰脏、脾脏和两颗肾脏 女学生一爱人间一次就救了五个人 那那个器官就是两口筋捐起来 林先生接受女学生的肾脏手术相当成功 一是说像林先生一样在等待器官救命的全国有六千多人 但是目前却只有一百多人签下器官捐赠卡 差不多有将近六千多人在等待 这位林先生说她真的很幸运 为了感念女学生救了她一命 她也签下了器官捐赠卡 决定要延续女学生的大爱 中文新闻韩志欣陈丽如台中报导